虽然他不是牧师或法师 但如果说他是个传道师 那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他二三十年来 始终抱持着传道的精神 来推广他在食疗和养生的 独到经验和心得 来帮助更多人远离疾病 拥有健康 至今他已演讲超过五百场 而且自民国七十四年起 每年举办断食营 和各种生机饮食教学活动 受家会的学员遍布世界各地 不计其数 如果您开始聆听欧阳英老师的演讲 并照着他的方法切实去做 与病绝缘 从此健康快乐过一生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欧阳老师 以他数十年来辅导病患的经验 深切了解健康与疾病的钥匙 其实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就从聆听欧阳英老师的演讲开始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 我们说蔬菜分五类 第一个力量 第二个通变 第三补血 第四抗癌 第五增加体力耐力 这五个都没有办法互为取代 取代不了的 你总要找一个的 对不对 这叫逻辑 养生必须有道 道在这里 我们说五股杂粮是主食 刚刚讲蔬菜够不够 还不够的 还有海藻类 还有菇菌类 还有大豆制品 海藻类是什么 海带 紫菜 海带 海龙 裙带菜 总而言之 是在海水里面孕育长成的植物 这些植物跟地表上所长的是两回事 为什么 地表上很多土壤里面的成分 是完全不一样的 差异性很大的 海水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上帝创造万物 创造人类 他有一个把握 凭地表上所有的资源 人类可以活得很健康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营养素 都在地表之上的 维生素 矿物质全在里头了 但是呢 我们经常吃到什么小白菜呀 吃到什么那个番茄呀 有没有 它长的那个土壤正好很贫瘠 营养不够 你吃的味道就不行 营养当然是不够的 对不对 因为土壤里面的营养没有全面 但是海水不一样 我们下来雨了 雨水冲刷土壤的表面 渗透下去了 土壤里面所有的这微氧元素 偏向于矿物质 它顺着这个雨水形成河川 它流到河川里头去了 所有的河川汇集于大海 我们用这样的推论 我们说海水里面 蕴藏着地表上 所有的矿物质 所有的矿物质 都在海水当中 在海水里面孕育长成的植物 很自然的 它所含的钙米甲纳铁 它的含量 它的种类 一定是远远的超过于 陆地上所长的植物 所以它减性度肯定是高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 假设你要改变你的体质 让我们经常感冒的体质 变成不感冒 我们生病的时候 希望病好了快 请记得 赶快吃海藻类 尤其是海带 为什么海带 碱性度高之外 它能够润肠通变 为什么 海带滑溜溜 它是润肠的 还能够通变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说海藻类呢 是改变我们的酸性体质的 再来我们讲第四个大类 固菌类 香菇 金针菇 草菇 阳菇 黑木耳跟白木耳 为什么它很重要 因为它跟灵芝同类 灵芝大家知道的 卖的很贵的 为什么卖的贵啊 它苦料实的 为什么很多人吃啊 它能够救命的 很多癌症朋友吃的挺好的 是不是 能救命的 所以卖的很贵的 为什么它有效呢 因为它有多糖体三铁类的 那多糖体在孤菌类里面含量丰富的 你看日本人很聪明啊 卖什么什么巴西蘑菇 对不对 在一般有机店有在卖的 卖的挺贵的 什么叫蘑菇 蘑菇叫阳菇啊 你吃新鲜阳菇就行了嘛 对不对 他们香菇精 金泽菇精 也是卖的挺贵的 抗癌的 它意思是什么呢 这些菇菌类本身就含有多糖体了 你吃新鲜的绝对管用 环病抗癌肯定是有贡献的 是不是 所以菇菌类肯定要吃 但是谁不能吃 尿酸高通风的 肾功能异常的 这两个 这两种病人是不能吃的 因为它高飘龄 除了这个之外 鼓励大家吃 非常好 不是说香菇炒起来 这个菜啊更香了 不是那个意思 香是固然是香 重点不在于香 重点是抗癌 提升免疫系统 第五类 叫大豆制品 豆腐啊 豆干啊 豆皮啊 百叶啊 黄豆黑豆啊 这些豆制品为什么要吃 因为呢 它跟五穀杂粮这两个配在一起 它能够形成完全蛋白质 单单素食本身来说 我们说五穀杂粮 它跟肉 鱼是不太一样的 肉跟鱼 我们不完全否定它 它是一个优良的蛋白质 当然它有缺点 吃了变酸 体质变酸 里面什么 这养的时候 有打激素 荷尔蒙 可能有抗生素 这个是它的缺点 我们先不谈缺点 我们说 就蛋白质 这个观点来说 它是一个优良蛋白质的 是对的 但是呢 就素食材料来说 五穀杂粮 它来分析之后 你要发觉 它称不上完全蛋白质 完全蛋白质定义是什么 八种B2氨基酸 必须完全具备 八种B2氨基酸 是人体无法自己产生 必须仰赖食物来补及 但是五穀杂粮 它总会缺几样 怎么办 正好它缺了几样 在豆制品里面 可以找到 也就是豆制品里面 正好含有五穀杂粮所缺的 一些氨基酸 那我们讲豆制品本身 也不具备这八种 它所欠缺的 也正好在五穀杂粮里面有 两个一起吃就搞定了 就变成是一个八种B2氨 完全具备的 叫优良的植物性蛋白质 就出来了 所以你吃素的朋友 豆制品是一定要有的 假的说 你尿酸高痛风 不敢吃豆制品因为高瓢瓶 怕吃了这个以后呢 这个尿酸更高了 痛风更痛了 不敢吃了 没事 改成什么 改成坚果类 腰果啦 松子啦 南瓜子 葵瓜子 核桃啦 甜心仁果 无花果啦 也行 也是行的 因为坚果类跟五穀杂粮也是互补的 也是一样的 也是行的 尝到这边 我们把全餐讲完了 我们说蔬菜五类 加上海藻类 加上菇菌类 加上大豆制品 一共是八样 很多人就摇头了 温老师 哎呦 要买这么多菜 我跟各位来分析 我们一般的家庭 三菜一汤是很平常的 三个菜一个汤 对不对 很平常的 居家生活嘛 但是呢 每一盘菜 每一碗汤 你总不会用一种菜吧 你总会多用个两三种菜 才能够配成一个 比较好吃的菜嘛 总是有两三种材料嘛 我们不要讲三种 我们讲两种就行了 三个菜一个汤 正好是四碗 四乘以二 也不是八 跟刚才我讲的八是一样的 我刚才讲八种 你现在也是八种 你并没有多买 我们是均衡完整 并没有多买的 并没有的 基本的那个种类 一定是要有的 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回到 刚才所讲的南瓜蔬菜泥 因为五谷杂粮 我们刚才提到了 加腰果加低瓜 然后什么叫全餐 我们靠五谷杂粮 配上我们的南瓜蔬菜泥 南瓜蔬菜泥面成分是南瓜200克 然后呢 小黄瓜一条 是利尿的 我们接下来呢 芹菜一株 小芹菜 用一株 一株就去长 红萝卜六公分长 补学的 高丽菜三片叶子是抗癌的 马铃薯放一个 增加元气的 海带 用干的那种海带 大概五六公分长 两寸长 改善酸性体质的 香菇给它放两朵 增加免疫系统的 豆腐放一块100克 能够改善我们的蛋白质 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个 南瓜 小黄瓜 然后呢 红萝卜 小芹菜 高丽菜 马铃薯 海带 香菇 豆腐 全部加水加 一倍到两倍 一碗的菜 就加一碗的水 电锅煮熟以后呢 再用果汁一打一打 盛泥了 它就是南瓜蔬菜泥了 你说好不好吃 有南瓜在里头 你放心 一定好吃 没有调味料的 我们把刚才五谷腰果 地瓜呢 加上南瓜蔬菜泥 这个喝一碗 五谷腰果 地瓜奶 再喝一碗 南瓜蔬菜泥 搞定了 营养100分了 对不对 你今天煮一大锅 未必你吃得完 然后呢 我们吃剩的 把冰箱冷藏 到了午餐 加热就行了 到了晚餐 加热就行了 也就午餐晚餐 别下厨了 你下厨变轻松了 对不对 不仅我们能够达到 身体改善的目的 而且除完事情 变简单了 不是嘛 它叫做一个轻食 轻重的轻 轻食啊 不仅你今天除完事情变简单 你走路都轻飘飘的 你吃得太油腻啊 你走路是沉重的 你很清楚知道身体在改善了 你自己很清楚的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外加一个番茄 为什么吃番茄 有些人跟我抬杠 我老师说 番茄不可以生吃啊 他是网路上看到的 我说番茄 你假设加热加点油 它全是吸收率高 这是对的 但是呢 经过高温之后呢 里面的酵素不见了 酵素怕高温 维他命C也不见了 也是怕高温 酵素维他命CB 通通不见了 这是它的缺点 固然前温素吸收率高了 但是呢 你生吃 当然前温素吸收率 没那么高 但酵素维他命CB 全保留了 生吃熟吃多行 看你目的在哪里 是不是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我们在一三五的时候呢 就是五谷药果地瓜来 吃一碗 南瓜树山里吃一碗 番茄吃一个 三餐吃一碗 你把它当作 一个养生的方案来做 就搞定了 很重要的 那我们接下去 我们谈第二个 就是二四六日了 二四六日呢 我们必须要 素多分少 二四六日怎么吃 素分比例八比二 素菜八分菜二 吃鱼不吃肉 为什么鱼肉不一样啊 肉吃多了 你胆固醇还是身高 三酸甘油脂高 吃鱼不会的 吃鱼血脂会降降的 你看外面不是卖鱼油吗 为什么鱼油有人买啊 还卖的很贵的 为什么 因为吃肉管用啊 它能够降血脂啊 所以吃鱼吃肉是两回事的 假设你真要吃荤 你在这个月当中 吃鱼不吃肉 就行了 然后呢 坚持三大原则 第一 炸煎熏烤不吃 炸煎熏烤 你要吃鱼啊 你就别煎鱼啊 你就别炸鱼啊 你煮鱼汤也不错嘛 你蒸一条鱼也好吃嘛 你干嘛一定要煎鱼炸鱼呢 对不对 炸煎熏烤会让你血黏了 请记得 油脂经过高温 它就变成反式脂肪 什么叫反式脂肪 它就消化分解时间变拉长了 本来油啊 消化分解有一定的时间的 比如三十分钟消化完毕了 经过高温之后呢 一个钟头就消化不了 你的胆固醇就升高了 三双干油脂就升高了 为什么 因为你经过高温了 所以因此我们建议大家 我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呢 有一个吼诀 挂在嘴边的口头肠 你要水煮菜后加油 我是凭这个救病人的 水煮菜后加油 跟外面卖的那个青菜是一样的 我们说老板来个烫青菜 你看它怎么烫啊 水先烫过啊 油是后加的 跟它是完全一致的 对不对 你小吃店不是烫青菜 不是这样做的吗 水煮菜后加油 就对了 搞定了 你就不要去炒 对不对 有些人还爆香 不爆不香 香菇啊 葱啊 蒜啊 有些问老师啊 我没有煎炸 为什么胆固醇还是高啊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后来我查到原因了 因为他喜欢爆香 爆香跟煎炸完全一致 完全一样 请记得 我们今天的喷炸方式是你的后代会学习你的 你的后代看着你煮的 他在跟着你的样子煮的 你喜欢爆香 那肯定将来也是爆香的 没关系 我们下个设计 我看你